黄秋生现身金像奖被喊滚出国 他说我是香港的 香港是外国嘛 金像奖已经过去两天了 直到现在才发现一个很大的漏洞 黄秋生居然又从台湾回到香港了 可以说黄秋生的参加 让整个金像奖变得没意义 拉低了整个金像奖的档次 更讽刺的是 黄秋生居然获得了最佳男配的提名 还让他有了露脸的机会 这是什么意思呢 早在之前 当黄秋生发声自己是半个英国人之后 就扬言要认祖归宗 之后又去了台湾 而台湾同胞都表示嫌弃说他令人作呕 很碍眼 是个背弃自己祖宗的人 还有台湾网友表示 出了事就来台湾把台湾当什么了 更有人直接质问黄秋生连香港都不爱了 不支持了 还爱台湾吗 而黄秋生到处出逃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使他投资失败 然后有一大笔债务要处理 这是去逃债去了 在香港已经没有资源 又要节省开支和负担 失去台湾躲难了 而如今 他又凭借金像奖的最佳男配 回到香港 很多人都说 是不是他在台湾又混不下去了 所以才回到香港呢 很多人不管那么多 对于港独黄秋生 大家没有一丝的同情 都在纷纷喊话 黄秋生滚出国吧 没想到 黄秋生面对网友的喊话 他非但不羞愧 还大言不惭的怒对网友 你吃饱饭了吗 不让回国 我是香港的 你是港独呀 你当香港是外国吗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了 黄秋生如今连饭都吃不饱了 解决不了温饱问题 回到香港故意钻牛角尖 网友的意思 香港就是中国的 于是让黄秋生滚出国 黄秋生非但没有羞耻心 反而说 自己是香港的香港 不是外国 还倒打一耙说 网友是港独 评论取决了 大家都在说 香港是中国的 回国是针对中国人 你一个英国人 你回什么国 就应该滚出去呀 其实黄秋生做过的那些事 随便说几件事 大家对他的立场 都很清晰明了了 疫情期间 他对中南山前辈说 科学玩弄言辞 是科学问题 是人格问题 网友嘲笑黄秋生 一个戏子来跟科学家 谈论科学问题 一点都不科学 流浪地球热播的时候 意思内涵 我们自卑感重 但是这一切 都被大家看穿了 黄安曾经就收 你爱姓黄 不姓黄 哎 看样子 黄秋生在台湾待不下去了 然后没饭吃了 又想回到香港了 不过大家都看穿了 他的心思 估计不被骂都难了 曾经对金像奖 没有疑问 如今黄秋生都被提名 最佳男配之一了 感觉让人看不下去了 你们如何看待 黄秋生怒怼网友的提问 请不吝点赞 热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